一个国家细心培养的高学历人才 为何最后沦落为人人喊打的汉奸呢 是什么让沃维汉迷失了本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沃维汉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中科院的人才 1978年时他被派遣去德国留学 被德国美好的生活彻底收买 之后他开始想尽办法长留德国 他先是把自己的家人都接到了欧洲 然后又在奥地利做起了生意 以留学生和善人的双重身份长期穿梭在中欧之间 而说起沃维汉投敌的原因 其实不外乎一个字 钱 沃维汉呢是作为公费升去德国留学的 按理说是不用为生活发愁 但看着同学们奢迷的生活 他难免心动 于是就开始四处寻找成为有钱人的机会 在有心人士的设计下 一位台湾富豪对他伸出了援手 并且对方还表示 只要沃维汉能拿到一些他想要的信息 那不仅有一千美元的工作 还会有额外的奖励 沃维汉呢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对方的意思 不过为了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他还是半推半就的成为了卖国贼 为了方便传输信息 沃维汉以奥地利商人和中国留学生的身份 平凡地出入于中欧两地 把拿到的信息换成高额的奖金 后来为了换取更高精密的文件 他收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高级工程师 郭万钧 连续不断地把国内信息发网了美国 但是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2015年国安部快速出手 在二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直接抓捕归案 虽然他负义顽抗还想着请律师 但很快就被最高法院判处了死刑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卖国贼 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